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2023年9月1号的晚上7点半 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的讲课 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按照我们的课表 我们是讲信息化知识 以及我们IT服务管理这一块的一些题目 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说明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第二阶段来 那么我们这个考试所涉及的一些考点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关于我们这一些 我们最近的几次课 都是讲我们的这一些真题及解析 那么我们在听课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做 那么如果你做了之后 你发现你没有问题 或者说你虽然有问题 但是你通过我们的 这一个看解析 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 那么其实你是可以不听我们这个课的 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呢 我们是建议你们干什么呀 把我们的计算题 我们需要做 我们需要汇 把我们这个案例该背的需要去背 那么呢 这一块的考点是需要反复的读 反复的读 反复的读 这些题目我们也是需要先做 好吗 好 现在 那么我们这个讲我呢 我是基于你们都已经做了之后 在来听这个课的呀 那么我们讲的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 好吗 好 希望你们呢 要听的话 还是需要先把题目做一下 而且呢 我们在最开始讲课的时候 有人就说 老师 我们需要做题 我们哪里做题 我们怎么做题 我说我们不要着急 你们先把我们的基础课学好 后面我们自然有做题的时间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做题的一个内容了呀 那么有人说 不是先做计算题吗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呢 是你们可以任意的发飞呢 现在你们可以慢慢的学计算题 也可以呢 在我们 你们可以看那课表 在我们呢 这个课表 讲课之前呢 把我们的选择题 也可以做 同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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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并不一定说 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吧 这么说吧 这么说 如果你要听直播的话 就按照我们这个课表来 好吗 你就在我们上课之前 把这个题目做一下 如果你是要看录播的话 那就随你自己 好不好呢 看你自己 好不 好 行了 反正我们这个课呢 是基于你们先把这个题目 做了之后的 好吗 好 行了 我们来开始了 那么第一题 关于我们呢 这个信息的传输模型 有这么多 那么我们造声 主要对我们的神谋 形成干扰呢 这应该很简单 造声对我们的干扰 应该是我们的 信道这一块的 对不对 好 然后第二题 以下关于 信息化的需求中 神谋是不正确的 那么关于我们的A 就错了 很明显 我们特别是讲过的 我们的主体 是我们的全体 社会成员 那么关于BCD 我们都是正确的 我们建议 还是需要去读一下 信息化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 还有我们信息化的手段 是我们的一些工具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的综合实力 社会的文明素质 和人民的生活质量 全面达到我们的 社会计划 我们的水平 好 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们的空域是什么 还有我们的途径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做题呢 并不要关注一个题目 选什么答案 这个意义可能并不是很大 我们要明白它在考 什么样的考点了 好 然后第三题 第三题 说实话 这个题目你不做 不会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呢 这个题目呢 我稍微给你们讲一下 但是讲的目的 并不是说这个题目选什么呀 他说 好 注意 这个题目呢 是我们2016年的时候的一个考题 他说 我国现阶段信息化的主要任务 没有什么 注意 是2016年的考题 A 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 基本成熟 B 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及提高信息产业竞争力 C 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造就信息化人才队伍 D 建设先进网络文化 及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那么你感觉我们的ABCD 哪一个选项和其余三个选项 格格不入呢 感觉这个选项一看呢 比别的选项就要低 就要呢 这个呀 low一些呢 low一些呢 一看就什么呢 对不对 好 行了呀 这个题目本身你们可以不讳 好吗 但是这个水这个呢 这么一个思路 我们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好 然后第四题 他说信息化可以分成产品信息化 企业信息化 产业信息化 国民经济信息化 和社会社会生活信息化 那么这一句话 是肯定必须必须必须要讳的 好 我们目前正在兴起的智慧城市 互联网金融 是我们什么的重要发展表现 说实话 这个题目选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 如果你们也不知道 更好 那么请把 什么是产品信息化 什么是企业 什么是产业 什么是国民经济 什么是社会生活 再去看一下我们的考点 或者说看一下我们的 课本的原文去 好吗 好 这个题目答案 那应该是我们的这个D吧 但是另外几个呢 分别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也是必须会的 好 然后第五题 第五题啊 以下关于我国 现阶段电子政务建设的 据说中 什么是不正确的 好 那么呢 关于我们这个题目啊 怎么说呢 我们也是稍微的了解一下 会就会 不会就拉倒吧 他说 A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 一直坚持统一规划 加强领导 需求主导 都说重点的原则 好像感觉很对 B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 一直坚持整合资源 拉动产业 统一标准 保证安全的原则 也应该不错吧 C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 把建设独立 负不干扰的 电子政务网络 引进和完善 重点业务系统 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我们到底是负不干扰 还是说我们需要数据共享呢 我们不能是信息孤岛呢 对不对 好 第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 把基本建立 电子政务网络 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和加强公务员 信息化培训和考核 作为主要的任务之一 好 这个题目 我们应该是需要信息共享 要打破我们的信息孤岛 我们肯定是各系统 各部门之间 需要能够流通的 好 那么第六题 这个题目当然必须必须会 而且我希望大家 能够把我们的考点反复的看一下 那么他说在我们电子商务系统架构中 我们什么负责电子商务活动 设计的各种信息 比如说文字 图像 语音 这一看选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多媒体 对不对 那么还有我们另外的几个 我们也是必须要会的 如果你不熟的话 很简单 去看我们的考点去 好吗 好 我再一次给你们啰嗦一下 我希望大家 我其实啊 其实我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有一些其实啊 有部分学员建议我们呢 把这个考点 就是把这个题目 把这些整体和解析啊 把它单独的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 另外做成 做成一本书给你们 但是我感觉呢 我一想啊 我没有这样子的 我为什么不这样子呢 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先 反复的读考点 读考点 然后来做题目 然后通过做题 再来反复的读考点 反复的读考点 好吗 考点和题目并不是分开的 好吗 而且我们这个题目呢 你做对了 其实意义还没有那么大 就是我希望你们做错 为什么 你做错了之后 你才会去把这个地方 去认真的看 认真的看 都来没有啊 好不好呢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做题 不是说为了一个题目 选什么呀 要明白这个考点是什么 要举一反三 好吗 看这个题目 这肯定很重要 肯定需要去举一反三一下 好 然后第七题 当然更加重要啊 更加必须会啊 好 他说 摸网站提供电影票 购买业务 消费者可以在网页上 选择影院 影片 观影时间 座位 并可通过手机 应用支付费用 该电子商务的模式 是什么 好 那么呢 这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呢 有没有人选择我们的 这一个呢 A呢 这个A啊 这个题目 我们当时应该是讲过的 有没有人选择A 好 是不是啊 我们呢 这个看啊 这个电影院呢 应该是一个企业 我们的买家呢 我们应该是个个人 因此呢 就是我们的B2C B2C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我这样子吧 我把这个题目啊 换一下 他说 我们摸电影院啊 我们摸电影院 可以针对我们的个人用户 来呢 我们的网上选择影院 影片 观影时间 座位 那么请问这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强调我们的呀 个人用户 我们在网上可以干嘛 干嘛 干嘛 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我们的B2C了 好吗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建议啊 还是选择O2O 会好一些 那么当然 其实这个题目呢 它还没有特别的完善呢 它其实最好还可以加上一句话 我们线下去看电影就行了 题目输在哪里 在我们的群文件里面 好吗 好的 看我们第八题 以下关于信息的质量 叙述的质量属性的叙述中 什么是不正确的 A完整性 B可验证性 信息的来源 采集方法 传输过程是符合预期的 请问这个地方对不对 C安全性 我们信息可以被收取 被非授权访问的可能性 D经济性 我们的成本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呀 这个B应该是我们的可靠性 那么我们应该还有一些别的特性 它们分别是个什么意思 请把这个考点 也是去反复的看 那么第九题 这个题目 当然是必须要举一反三的 这个题目选什么呢 什么是我们进行 信息化的一个基础 应该是我们的技术和产业 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我没有背错吧 当然应该是我们的A 对不对 好 我背错也没有关系 请把我们的这个考点 再去反复的看 那么另外五个分别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的人才是什么 我们的法律法规 是我们的根本保障 是不是 好行的呀 我们来看到第十题 第十题 关于这个题目呢 这个第十题呀 其实你们可以发现 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题目 是很相似的 你看这 我们现在呀 是2017年 这是我们2017年的一个考题 那么ABCD 说实话 这个题目呢 我们在课本里面 大概率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题目 我相信我能够做 你会发现我们的D 他说目前我国的信息化建设 处于开展阶段 一看就比别人low很多 是不是 好 当然这个题目本身 我们可以不会 但是这个解题办法 你们可以去读一下 看一下 好吗 好 然后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 我实话告诉一下你们 这个题目选什么 我也不清楚 我真不知道 他说 电子政务 是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一般不属于 电子政务的内容 A 公务员考勤打卡系统 这个属于什么呀 有人说 我们这一个呀 可以属于我们的基础一 好 然后呢 B 政府大院为办公 为保证办公环境的门禁系统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C 某政务网站的 可为政府提供采购服务的系统 这个呢 应该是基础B 这个是基础B 好 那么D 政府办公大楼门前的 电子公告显示屏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基础 什么呢 基础 我们这个显示屏 可以给给我们的百姓看 那那给我们的企业看 那这个这个这个都可以看到 这个D 这不是D可以都看了 你百姓可以看 你我们的公务员可以看 你别人企业也可以看 这个题目 说实话 我这个题目说实话呀 我不知道选什么呀 不知道选什么 好吗 有人在说 现在的课程 只需要看课件就可以了吗 现在的课程是以题目数为主 有题目数为准 不 我在我在群文件里面好像发了课表的 然后呢 每什么时候讲什么内容 用什么资料 在课表文件里面应该都是有的吧 这个是不是都有啊 在哪一页我不知道 这样吧 你这个课你不听了 你不听了 你现在去做题目去好吗 你做点题目之后再来听好不好 你不做题 你这个课不要听好吗 请大家看课表好不好 看课表啊 看课表好不好 第二第十一题 你们选什么呀 政府大愿为保证办公环境的门禁系统 那么有人说我这个门禁了 我这个我这个公务员呢 我需要用刷指纹 刷指纹才能进去 这也是这也是我们GQE的吧 好 这个题目反正这个题目呢 我个人感觉啊 反正我个人感觉出的并不是很好嘛 当然这个题目选什么也无所谓呢 你还是就是把我们的GQG GQBGQCGQE 会就行好不好 好 然后第十个题啊 我们电子商务 我们呢 他说我们的信用管理 收费基金 隐私保护属于什么 我相信这应该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法律法规 这个题目很容易啊 好 然后第十三题 关于我们的商业智能Bi 考了很多很多次 必须必须会的呀 他说商业智能描述呢 一系列的概念和方法 通过运用基于事实的支持系统 来辅助制定商业决策 商业智能的主要功能没有什么 我们有ETL统计输出报表 还有我们的呀 什么分析功能 以及我们的什么数据仓库 反正没有 反正我们肯定没有什么 数据使用培训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们我们肯定没有他呀 好 这个地方 关于我们的ETL 关于我们的商业智能 我们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有什么呀 数据仓库 数据的ETL 统计输出报表 以及我们的分析功能 对不对 这个地方考了很多次 必须要回这个题目 那么第十四题 以下关于信息的表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题目呢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也是稍微的读一下 就行他做 A 信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中 各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应 信息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自我表述 C 信息是事物普遍的联系方式 具有不确定性 不可量化等特点 我们可以量化呀 信息必须要可以量化 D 信息是主体 对于事物的运动状态 以及状态变化方式的具体描述 好 读一下就行了 这个题目并不是很重要 好 第十五题 信息化建设 是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是个原题 是不是啊 这个简单吧 选什么呀 选什么我也不清楚啊 好 第十六题 我们国家信息化体系要素中 什么是国家信息化的主阵地 什么是主阵地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如果你们也不清楚的话 你也不要问我了 好吗 去反复的读考点去 读考点去 读考点去 好吗 好 第十七题 第十七题 这个题目 其实我们可以不会 我们 但是我可以稍微的给你们讲一下下 他说呀 2017年7月8号 国务院印发了这么个通知 他说 涉及了人工智能的几个理论知识 几个基础理论 其中 什么研究统计 学习基础理论 不确定性推理与决策 分布式学习与交付 隐私保护学习 等学习理论和什么高效模型 那么A大数据智能理论 B跨媒体感知 计算理论 C高级机器学习理论 D群体智能理论 那你觉得我们选什么呢 说实话 这个题目 我真的不知道选什么 但是 我通过题目的关键字 我应该可以猜到 应该是需要学习 需要学习 就应该是我们的C了 好吗 好 这个题目本身 这个题目本身选什么 也无所谓 但是这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一个做题方法 希望你们能够稍微的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在前几 我们在前面还发了一个 关于专门的做选择题的 一个方法的一个课 是不是 你们听了没有呢 如果没有听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好吗 好 然后第十八题 我国常 我们常见的中国政府采购网 属于什么 那么关于我们的政府采购网呢 一般是我们政府 是我们的买方 我们的企业 是我们的乙方 就是我们的GQB 是不是 好 现在这个题目 当然另外几个选项 也是必须挥的 那么第二十题 什么通过互联网 进行商品销售 提供服务 是以信息网络技术 为手段的商务活动 这个简单吧 电子商务啊 好 第二十题 第二十题 答案是什么呀 答案是什么 当然是无论我也不清楚啊 那这样吧 我也来翻 我也翻课了 我翻课了 来 当然是 当然是B啊 是我们的呀 智能制造是不是 好 是智能制造吧 好 行吧 智能制造 来 好 行 有兴趣读一下 如果没兴趣算了 好 行呢 可以了 来 这样子 前面二十个题目 有问题的 说一下 说题号和选项 快点 来 前面二十个题目 有问题的 说一下题号和选项 快点 前面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题的话 肯定不知道问题 好吗 来 如果前面二十题 有问题的话 说题号和选项 你问 我们来答 公务员门禁 那个题目 我说了 那个题目选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好吗 第十七题 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 的呀 我说这个题目 本身可以不需要会 然后呢 如果你非要会的话 你可以去找我们的 这个可以去找我们 这个通知区 这个通知区 这是通知是规定 那么另外呢 对这个题目怎么做 刚才我说呢 你看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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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就是学习 对不对 第十一题 我们的A 是什么 第十一题的A 第十一题 这个不是说的吗 不算的呀 算的呀 公务员 可选打卡 我们说是G出1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呀 这个公务员 他们雇员 他们需要打卡 第十一题 我都说的算了 不会了 来 这样子吧 这样子 那么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从侧面 证明一下 我很牛啊 能不能从侧面 证明一下我很牛 我第十一题 我说我不会 但是你们的也都不会 我是事先就说了 这个题目 我不会了 是不是呀 那么你看 你们是不是都不会呀 你们有问题吧 你们有问题的题目 我都给你们说了呀 第五题 我们不是讲的了吗 第五题 答案是谁呀 我们必须要是 各部门要信息共享啊 不能使我们读 互不干扰的呀 对不对 有人说 我不想讲的题目 下次别印上去了 不好意思 为了保证 我们的完整性 好吗 完整性了 好快点 这些题目 还有问题没有 有问题的 说题号选项 如果没有 就继续往下过的 欧出谁 哪里欧出谁呀 哥们 哪里欧出谁呀 第八题 第八题 胡东号 来 胡东号 我必须要对你做个批评 刚才你在问 哪里 题目书在哪里呀 我告诉你 我们是8月17号左右 就把题目书发上去了 然后呢 我们呢 到今天呢 你还不知道题目书在哪里 然后第八题 你需要问吗 第八题你需要问吗 你告诉我 嗯 第七题 第七题 这个题目啊 就是来这样子吧 你把我们的B出B B出C C出C RO出RO 这个题目里 这个几个名词 会不会 B出B 企业对企业 B出C 企业对个人 C出C 个人对个人 DRO出RO 线上线下 对不对 好 这个题目呢 我们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这个D啊 没有D 这个呢 我们这个B出B的也不对 我们这里 你知道吗 消费者 什么网站 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企业啊 就是电影院 电影院 就肯定不是B出B 那么要么是B出A 要么是O出 要么是B出C 要么是O出RO 是不是呢 那么到底选什么呢 到底选什么呢 是不是啊 选择我们的 这个呀 我们还讲过的 我们说 如果我们这个题目啊 他说 是我们的 这个电影院 为我们的个人用户 提供什么 强调我们的企业 强调我们的个人 就选择B出C 这个题目呢 他其实啊 刚才我说的呀 说的也不是蛮好 你看不如说 你其实还可以呀 加上 加什么呢 线上干嘛 线下干嘛 对不对 你们说这个题目 我这个题目 我以前不是讲过的吗 我们当时在讲 当时我在讲课的时候 讲这一块就讲过 还记不记得 好 我再说一遍 你们要听这个课 你们是必须要先做题的 好吗 说我快的人 没有别的说法 我就觉得 你看 你们 在我们呢 在我们最开始 讲课本的时候 就是想做题 做题 我说你们不做题 不做题 还早 还早 以后正有时间 你们做题 现在我需要你们做题 你们又不做题 你们想干嘛呀 好 第一个是一题啊 第一个是一题 关于我们的商业智能 我们有什么功能 四个必须会 哪四个 我也不知道 你们对于背去 刚才我们讲过的 四个呀 必须背的呀 好 第二十二题 第一个十二题呢 这个题目算了呀 算了 你们有兴趣呢 自己读一下 如果没兴趣 就不要读了 而且建议不要读 没有必要读 好 第一个十三题 基于TCPIP协议的网络 属于我们什么 来 网络属于我们的什么 快点 有人说 今天做题 好几题 有争议 如果你之前认真听过的话 我也是讲过的 我说 你们做题 有些题目 有两个选项 很不好选 对不对 而且我也在一直说 我说 一个题目选什么 无所谓 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这个题目的考点是什么 就行了呀 这个话 我都给你们讲过了呀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的呀 网络应该是我们的信道 那么当然 另外几个名词 分别是个什么意思 你也必须会 如果不会的话 读考点卷 第一个是试题 关于信息化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手段是工具 正确的 信息化是综合 利用各种信息技术 改造 支撑 人类各项活动的过程 应该没问题 C 互联网金融 社会生活信息化 应该也是正确的 第主题是什么 什么呢 我是什么呀 是不是啊 什么呀 第三边考了 好 第五题 第25题啊 第25题呢 应该有人会选择我们的A 来 开展区块链技术的商业 这场型应用 是属于国家信息化体系中的 什么要素 应该有人会选择A 信息技术应用 我相信你们肯定 不会选择我们的B和C 好 但是选择A 为什么呢 技术 技术 不对啊 你们选D啊 你们选D啊 选D 好 第25题 肯定有人会选择D的 选择D 选择D啊 那么这个D呢 为什么是D呢 技术 技术 好吗 选择D 好 来 把题目读清楚 开展嬷嬷的应用 好不好 开展嬷嬷的应用 前面这半句话 在强调什么呀 是强调应用 还是强调这个技术啊 它在强调什么呀 强调我们的应用啊 开展嬷嬷嬷嬷的应用 在强调应用 是一个信息技术的应用 当然就是A了 就是A了呀 这个题目 如果你们做错的话 我可以理解 好吗 好 第16题 第16题这个题目呢 说实话 我感觉出的很 说也不好啊 也不好 为什么呢 这个一站啊 一站就是我们的 政府门户网站 这个政府门户网站 有谁会用呢 我们公务员需要用 我们这个呀 别的部门也需要看 我们个人也是 上面需要做一些业务的 然后呢 我们企业也需要用 我感觉这个题目 感觉出的不好 应该是不属于啊 不属于的话呢 选选的D会好一些 如果把题目改为不属于 会好一些 好吗 好 新了 那么第17题啊 这个题目肯定很简单 什么身份认证 数字签名 防务金 什么呢 当然是我们的安全性了 对不对 好 第18题 第18题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我们之前呢 讲过的 讲过的 这个题目 你一看呢 ABCD都对 但是 有问题 必须要选一个 什么呀 互联网 它是互联网啊 那么什么是互联网呢 只有我们的远程才是互联网 当然这个题目你不会 也可以 也可以啊 好 然后第29题 必须会 会还不行 请问 客服关系管理 有几种数据 你们自己说一下 客服关系管理 有几种数据 三种数据 分别叫什么 分别是干什么的 你们需要掌握 到这个程度啊 好吗 购买数据 应该是我们的 交易型数据 那么还有我们的B和C 如果你感觉很陌生的话 请把考点 再去反复的读一下 这才是做题目的 一个目的所在 好 那么第30题 关于我们的商业智能Bi 我们有三个层次 考了无数次 你们必须要会背 请问选什么 告诉我 当然是D是不是啊 行呢 这个地方考了很多次了呀 很多次了 第31题 这个题目 我们现在也可以不会呢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是考 十四五规划 这个D呢 应该是5G啊 可以不会呢 好 然后第32题 32题这个题目选什么呀 这个选什么呢 这个选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 选什么 选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选择B是不是啊 好 选择B啊 是我们的企业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市场啊 是我们的市场导向 好吗 好 这个题目算了吧 算了呀 你想读 读一下 不想读 算了 算了 好 而且你们 你们还 我们待会啊 把这个题目全部过完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的回顾啊 凡时我说 算了的题目 你们看有没有反复的考到 好 行呢 第三十三题 这个题目呢 你们有兴趣啊 把答案读一下 答案应该是云计算 如果不想读 就算了 个人建议也是算了 好 第三十四题 来 这个题目选什么呀 电子商务与线下实体电 是什么呀 当然是我们的 嗯 线上线下 欧出欧啊 欧出欧啊 好 第三十五题 我 是关于我们的两化融合 两化融合 什么是不正确的 两化融合 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 两者并举互动 共同发展 工业化为信息化的发展 带来旺盛的市场需求 要抓住网络革命的机遇 通过信息化促进工业化 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一起做呀 一起做 好吗 好 第三十六题 什么不属于ETL的服务内容 好 我们有数据迁移 同步挖掘和交换 说实话 这个题目呢 考的呀 也应该比较细了呀 比较细了 好吗 这个题目呢 怎么说呢 好 那这样子吧 大家可以自己啊 把这个解析啊 去 第三十六题啊 大家自己把解析呢 可以去读一下 我们平时呢 我们平时啊 在说我们的什么ETL ETL 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好吗 你们把解析 可以稍微的读一下 这个ETL呢 它主要是什么呀 对我们的 来自不同的数据员的 一些数据啊 做一些什么清洗呀 整理呀 集成啊 这一块的 好吗 它其实与我们的这个挖掘呀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这个挖掘呢 它是强调什么呀 是我们的这个呢 OLAP 就是在线联机分析处理 是在强调这样 好吗 在我们通过把这个数据 做一个挖掘 给出一些信息来 因为ETL呢 它主要是什么呢 对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清洗 整理 集成 这一块的 好不好 好 OK 这个题目确实 可能有点难了呀 可能有点难了呀 好不好 好 37题 什么属于E码器 这应该没问题吧 一个编码 一个E码呀 编码和E码 我们的A压缩编码器 和我们的C解调器 应该C式的嘛 是A是编码 C呢 是E码 是E码呀 好不好 好 第三 这个38题呀 什么不属于 企业信息化的应用系统 我们呢 这个 我们呢 ABC 它都是一个具体的 一个应用 那这个D呢 是我们的SOA 来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 SOA 与我们什么有关系 我们什么呀 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呀 另外一个词 和我们的SOA 有点关系的 看是谁 看是什么词 你们有没有印象 什么词啊 应该是web service 是不是 对 面向服务啊 面向服务的 web service web service 那么第三十九题啊 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 这个题目出的很明显 那A 信息资源的利用 具有同质性 相同信息 在不同用户中 体现相同的价值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好吗 就比如说 我们八月十七号 把题目书发了 发布了题目书 这么一条信息 有人呢 就啊 认真认真看了 已经学了很多了 有人呢 在哪里呀 都不清楚 是不是啊 一样的信息 在不一样的人中 价值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不就行了吗 好 那么我们的BCD呀 也可以读一下 他说 信息资源具有广泛性 人们对其检索和利用 不受时间空间 语言 地域和行业的限制 信息资源具有流动性 通过信息网 可以快速传输 信息资源具有融合性 整合不同的信息资源 并分析和挖掘 可以得到比分散信息资源 更高的一个价值 都是一个常识 没问题的 好 然后第四十题 电子政务类型中 属于政府对公众的 很简单 应该是我们的QC 是不是啊 好 现在这二十个题目 有问题的说一下 题号和选项 好吗 但是我刚才 如果已经解释过的 我就不想再解释了 好不好 这二十个题目 有问题的说一下 题号和选项 三十九题 跟五题的 五月份的题点是一样的 对 是的 三十九题 和我们的二三点五月份 考过了 对 是的 好 这二十个题目 有没有问题的 大家还是需要 先做呀 三十六题 同步 没问题 没问题 三十六题 同步 没问题 三十三题 三十三题 选什么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三十三题 你算了呀 你想读 可以读一下 如果不想 就算了 三十三题 不管它 好不好 那我继续了 第一四十一题 四十一题 关于电子商务的描述 什么是正确的 团购网站 电话购物 网上书店 属于我们现代的 我们呢 我们呢 这个电话购物啊 电话购物 肯定不是现代的 团购 团购这个 团购是不是现代啊 团购也 应该也算现代吧 团购应该是现代 是现代 是不是 反正电子 反正 反正电话购物 肯定不是现代 现在是 是我们的呀 传统的 好吗 好 B 摩网站通过 推广最新影讯信息 即团购折扣活动 促进影票的销售 这属于我们的欧求欧模式 说实话 这个B选项呢 我还又不好选了 不好选 我先打个问号吧 好吗 反正A是肯定错的呀 C 某农产品在线交易网站 为某地区农产品公司 和本地销售商 提供线上交易 和信息咨询等服务 属于谁求谁 这就肯定错了呀 为什么呢 我们是什么呀 农产品公司啊 农产品公司 本地销售商 应该是B出B啊 B出B 好吗 那么C肯定是错的 好 D 我们呢 消费者之间 通过个人 恶手物品的 这些交易 什么呀 应该是C出谁 C出谁啊 好吗 那就行吧 那就选择我们的B吧 选择B吧 说实话 这个B呢 它也并不是很完美呀 也不是很完美 好吗 出的 还是需要强调一下 线上线下 这个时候呢 还会更加的呀 让我们好判断 是不是啊 刚才 有一个 有一个题目啊 就感觉出的还不错 是不是啊 这是第几题啊 它就能明确的说呢 是什么线上线下 是不是啊 与我们的线下相结合 那做的比较明确 那个题目就出的 稍微好一些 是不是啊 这题目在 你看这 你看这 电子商务与线下 射铁电 这个结合 像这个题目 你选择我们的 勾出勾就没有问题啊 不挺好的吗 是不是啊 很多数题老师的水平 也不怎么样啊 说实话 不怎么样 好吗 真心化 好 42题 这个题目呢 算了呀 算了 算了 好吗 你们想读 读一下 不想读 直接插掉 好 43题 一个死知识 应该都会的 客服关系管理的功能 我们有什么呀 应该是ABC啊 43题的答案 应该是ABC 三个是的 三个是的 也不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错了呀 应该是 不好意思啊 应该是ACD啊 ACD是的 答案是B啊 B是错的呀 B是错的 好吗 请把这种话的销售 市场营销 你就用客服服务 把这三个 反复的读 反复的读 好吗 一个是知识 好 先了 第44题 关于商业智能 其技术的描述 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学的 我们学的比较多的 到底是 ROLAP 还是我们的 ROLTP呢 注意 我们应该是 ROLAP啊 ROLTP 我们基本上 从来没有谈到过 ROLTP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事物处理啊 是我们的事物处理 什么事物处理啊 好 来 那么关于我们的A 我们商业智能 是数据仓库 和ROLAP的 因此A错了 B ETL仅支持单一平台的 多数据格式处理 我们可以对 来自不同的数据源 不同的平台的数据 做处理 答案B 也是错的 好 那么C 我们应该是什么呀 ROLAP 好 行了呀 这个D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ABC都错了 那么D 就是正确的 就行了 好吗 好 可以了 好 第45题 我们什么决定了 系统可以被外部环境识别 外部环境 或者其他系统 可以来使用我们 什么呀 我们很开放 让别人来动我们 来用我们 是不是 应该是开放性对不对 那么这也是课本的原文 那么其余几个分别是个什么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读一下 需要会的 那么第46题 这也是课本的原文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是我们的D 我们的虚拟化技术 是不是 我们虚拟化 它是我们云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呢 把我们的呀 这个资源呢 并为我们的资源词 来按需服务 可以提高我们的资源利用率 对不对 好 那么第47题 一个死知识 我也是告诉你们 怎样学国的 直接面向用户的是产品和服务 然后是底层作业 中层管理 高层决策 这么四层 是不是 好 第48题 这个题目呢 来 这个题目你们拆呀 你们选什么 按照我拆的话呢 我会选择B 智能工厂 智能交互 什么智能物能管理 什么什么 我就敢选择选择B 我来翻一下答案 是不是B呀 是不是B呀 48题 当然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算了呀 这个题目没有必要会呀 没有必要会 第48题 你会 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用处 来 我现在呀 我现在说一句话呀 你们听好了 我没有和你们开玩笑啊 有很多题目 就像徐志摩写的 轻轻的正如你走呢 不知道 就是这样 他说轻轻的你走呢 就如你轻轻的来 不带走一片云彩 也不什么什么 好吗 好 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题目 以前从来没有考过 本次考一分 以后也再也不考了 对于这样的题目 你们需要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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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会让你更加苦恼 好吗 但是对你还没有任何帮助 他不考呢 而且刚才我也说过的 我们可以做个试验 凡是我说不考的 你们看有没有反复的考 不 反正我说呀 凡是我说不需要会的 你们看有没有反复的考 没有的好不好 我可以这么说呀 或许我讲课很稀难 或许我呢 这个呀风格让你很不喜欢 或许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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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知道啊 我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搞这一块十几年了 这个初题呢 他的一样 就说 诸呀 诸业 我并没有说我压体很准 我只是说 这个初题的一个大概 大概 我还是能够把握的比较准的 诸业没有啊 我并不说我压体准 我不是的 我是说 我的大概把握还是可以的 当然 每次考试肯定有几分 我们也没有讲到 因为我们也说过呢 每次考试总有几分 我们没有见过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呀 好吗 好不好 所以说呢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来 好 第四这八题 就直接插掉了 如果说考试呢 怎么办 看着刚才我们讲的读题目 什么智能 智能 智能 你就猜呗 应该是B呗 那么对就对 说就算了呗 怎么办呢 是不是啊 好 来 第四十九题 四十九题 是课本的一个原文 并不是很重要 读一遍就行了 当然是A 读一遍 两遍就行了 并不是很重要 以DI 好吗 好 第五十题 这个题目也酸了呀 第五十题也算了 好吗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A 答案也是A 答案是A 好 他说实施商业智能的步骤 以此是需求分析 什么仓库建模 数据抽取 建立这个什么 报表 什么什么的 你们有兴趣 读一下 没有兴趣就算了吧 好 第五十一题 像这个题目需不需要汇呢 是不是 什么是指系统 可能存在上市结构 功能 秩序和特性 一看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反正要么 反正不是A 反正也不是B 要么是C 要么是D 但是呢 是我们哪 上市啊 是上市啊 这一看呢 就应该是补好的 既然是补好的 就是什么呢 对不对 就是脆弱性的呗 那么当然 其余几个什么密室 我们也是读考点 去看 去看 好吗 好 然后第五十二题 第五十二题呢 刚才这个题目 我们应该讲过呀 我们的虚拟化技术 是不是啊 好 答案是A 要去读一下吧 虚拟化技术 可以将计算机的服务器 网络 内存 及存储等实体资源 抽象 封装 规范法的呈现出来 打破 整体结构间的 不可切割的障碍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 用这些资源 好 然后第五十三题 构建国家综合 信息基础设施的内容 不包含什么 好 这个题目 其实很简单 当然你们也不需要会 你们只需要会一个字 你们只需要把题目看清楚 基础设施 只要把我们的基础设施 这么几个字看到了 这个题目肯定会做的 加快宽带网络 建设安全可靠的信息应用基础设备 加快三网融合 这个B呢 B 大力提高 教育信息化的应用水平 注意 这是一个应用的呀 一个应用的 它不是基础的呀 好不好 好 这个题目可以不会 现在 但是我们也是要把题杆 读清楚 我记得 我也给你们讲过的 我说 如果一个题目啊 你很不会 很不会 怎么办 把题杆反复的读 题杆反复的读 从题杆冲去挖掘一些信息出来 好吗 好 第五十四题 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 这个题目呢 算了吧 第五十四题啊 五十四题啊 也算了呀 不用 不用会啊 不用会好吗 我们呢 应该是一起 不对啊 不好意思啊 还是需要会啊 第五十四题 还是需要会啊 还是需要会 它考的也是我们的两话融合 我们应该是一起做 是一起做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第五十四题还是需要会的呀 两话融合一起做呀 好 第五十五题 来 第五十五题 这个题目就出得很好 你看是不是呢 通过网络 把实体店的团购 优惠信息 推送给互联网用户 出入将这些用户 都会为我们的实体店的客户 这不出得很好吗 线上线下 当然是低呀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说 初题老师和初题老师 还是是有区别的 懂得没有 好 第五十六题 这个题目选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你们也算了吧 没有必要看 好 第五十七题 什么是从特定形式的数据中 集中提炼知识的过程 这个题目应该呀 很简单 选什么呀 我们需要提炼知识 要提炼知识 什么呀 应该是挖掘 要挖掘出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来 挖掘 是不是啊 好 然后第五十八题也是课本的一个原文了 一个原文好吗 好 那么呀 第五十七题 有没有人选择A呀 第五十七题 第五十七题 有没有人选择A 数据分析 分析 其实分析呢 那我问你分析什么呀 分析什么呀 嗯 分析感应 分析感应这个词 比较宽泛 是比较宽泛的 还是挖掘 更加准确一些 是不是啊 挖金矿 是不是啊 这个D呀 还是更加准 更加准确一些 好不好 好 第五十八题 这也是课本的原文 而且 和我们呢 刚才讲的一样的 这个题目 我不会做 我不会做 怎么办呢 我就反复的读啊 提干 什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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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是什么资源吗 不就是A的吗 对不对 第五十九题 我需要你们背的呀 数据报表 然后什么呀 多维什么呀 然后挖掘 什么呀 应该是C 应该是C 是不是啊 好 第六十题 我企业 来 你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你们需要 某企业是某个供应链成员 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供应链成员 众多的供应链通过具有多重参与性的节点企业 形成错综复杂的结构 这体现了我们什么特点 这个题目 即使我没有学知识点 我也应该会做 什么呀 很交叉 很乱 很乱 是不是 好 当然 另外几个呢 名词 这个什么意思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现在吧 这么几个题目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 如果没有 有些直接过的 好 我们看到 第一 看我们的呀 第61题 61题 他说 电子商务系统架构中 包文和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 包含什么 好 这个题目 首先是课本的原文 应该看原文可以做 其次 我不看原文 我分析 他说呀 包含和信息传播 要传播信息 好吗 你看 ABCD 哪一个可以传播信息 当然是发邮件 对不对 不就行了吗 当然也是课本的原文 好 第62题 你们想读 就读一下 不想读 直接插掉 我直接告诉你们 你们读了 也是白读了 没有任何帮助 好吗 好 第63题 什么是不正确的 这个A 这不是反 这个A 这是第几性的 应该是第二 四遍的 第四遍的 全体成员 是不是 BCD 去读一下 第64题 这也是课本的原文 第64题 也是课本的原文 我们到底是稳定性 还是健壮性 我记得我刚刚给你们讲过的 就是说我们能够 我们这个 是我们的身体很强壮 身体很强壮 免疫力很强壮 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我们的 是不是 壁 是不是 是我们的 健壮性 是不是 是我们的免疫力 是我们身体很强壮 免疫力很强 别人能无法攻击我们 如何误清我们 是不是 这个意思 当然另外几个呀 什么意思 也是把原文去读一下 好 第65题 这个题目你们猜选什么 第65题 你们肯定不需要会 但是你们猜 你们选什么 这是我们的 IT考试 是IT考试 肯定猜数据呀 就行了呗 行了呗 不用会啊 不用会 你会也不会考的 放心 不再考的了 第66题 第66题 这个题目 好像是个原题 是不是啊 答案还是是谁 是不是啊 还是我们的两话融合 是不是啊 你看刚才我说 开始说不需要会 后来我改口 说需要会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两话融合 还是需要会 是不是啊 好 幸好我后来改口啊 不敢接被你们打脸了 是不是 好 新的 第67题啊 这个题目我们建议 也是需要会的呀 我们 客服关系管管理 我们可以什么呢 我们是可以什么呀 可呀 可伸缩 那是啊 可伸缩 可扩展 可复用 可移植 是不是啊 可以伸缩 可以就可以呀 把我们的功能做扩展 可以多可以少 还可以什么呀 做移植 拿来直接用 就是复用 以致 是不是啊 没有我们的这个三的呀 然后第68题 第68题 你要我猜 我猜什么呢 我猜绿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 这个题目是 2021年在考的 强调绿色 强调节能减排 强调碳中和 就是绿色 当然 这个题目不需要会 不需要会 我只是告诉你们 怎么猜呀 怎么猜 第69题 考了多少遍了 你们自己说 三个层次 数据报表 然后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说 第70题 产品信息化 企业信息化 来 五个信息化 它们分别是什么 以及 每一个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不会的话 请去看考点 看教材去 我们是有的 好 第71题 这个题目本身 不需要会 我来给你们说一下 看怎么做题呀 他说 我们提出建设战略导向型 应用支撑型 前瞻引领型 和民生改善型和民生改善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其中 未来网络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属于什么的基础设施 那你看 网络呀 网络 网络试验设施 属于什么 网络 战略导向 应用支撑 前瞻引领 民生改善 那这样子吧 你们感觉网络 网络是战略导向吗 是前瞻引领吗 了不起 与我们的民生有点关系 我们是在三沟沟里面 我们之前没有网络 现在我们通昂了 把我们的民生改善了 这样解释一下还可以 是不是 肯定不是A和C 是不是 它是什么呀 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基础 一个来做我们的支撑的 支持的呀 当然是B 好 当然 这个题目本身不需要辉 我只是说 告诉你们 怎么拆呀 怎么做题 好吗 好 第一 而且还是那句话呀 当你不会做题的时候 就把题杆反复的读 反复的读 看从题杆中 能不能挖掘一些信息出来 好不好 但是也不是说 任何题目都可以找到信息的 我是说 部分题目有信息 好吗 好 第七十二题 建立有效的 政府行政办公和行政人员 来 选什么 很简单 基础 一 人员 人员 是不是呢 好 第七十三题 说实话 这个题目是课本的原文 但是 我也不会啊 来 我们翻一下 我的 我来翻个解析啊 看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也不会啊 我也不会 确实是课本的原文啊 来 在我们题目书啊 题目书的211页里面 这里呢 这个解析啊 还比较长 你们有兴趣可以读一下 如果不想读就算了吧 好吗 好 行 然后 第七十四题 我们这里啊 有三种供应链 你们是怎么学的呀 什么汇聚啊 什么发散的 那这样子呢 你们说微型 是什么呀 微型 微 是我们从 这 这 这 你看这 你看这 是什么呀 是 是什么呀 是发散 好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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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会去 是不是 好 我这样一画 你们就明白了 是不是 好 行 然后什么是我们的基础呢 应该T型是基础 是不是 应该T型是基础 对不对 还是微型 是微型还是T型 是微型 还是T型是基础 应该是微型是基础 是不是 好 当然是A 当然是A 好吗 当然是A 发散是V 汇聚是A 然后呢 两个中间的是T 然后呢 微型是基础 微型是基础 好 新的吧 好 第75题 这个题目呢 这个题目算了呀 第75题算了 第75题要我猜的话呢 我会猜什么呀 我应该是猜 猜猜猜B 猜猜B是什么 哦 还生死B啊 什么数字啊 网络啊 感觉这个感觉比较 比较高端 是不是 好 当然算了呀 算了算了 好 第76题啊 关于商业智能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 由数据仓库 联机分析处理 数据挖掘备份和恢复等组成 这应该是正确的呀 通过应用基于事实的知识系统来辅助 方业决策 这不也是很正确的吗 C 是一种新技术 它不只是数据库的应用 错了呀 商业智能 它不是什么新技术啊 它只是很多很多 技术 技术一个综合应用 是不是啊 它不是新技术 是很多别的技术的综合应用 好 当然第2 就是这个第2D 可以从多个不同系统中抽取数据 并进行清理 保障我们的正确性 好 没问题啊 商业智能 它不是一个技术啊 就比如 就比如我们的 应该是啊 2023年5月份 是中级还是高级的呀 考了一个英语题啊 一个英语题是什么呀 它是说什么是不是 它说下面ABCD 哪一个是个新技术 那个题目在哪里啊 我忘了呀 那个题目 这样吧 我稍微 我还是 我懂我懂我翻一下 对 是的呀 来 来 这样子吧 你们把书啊 你们把书可以翻到啊 37面来 把题目书翻到第37面 那37面 我们2023年5月份的一个英语题 它说 New Information 什么 什么 Tority Inclus 新技术 包含什么 A 大数据 B 信息安全 C 我们的 元宇宙 D 人工智能 那么很多题目呢 会选择我们的C啊 元宇宙 懂了没有 你们看是不是 但是元宇宙 它不是一个新技术啊 好吗 它是一个 一个呀 一个形态 一个概念 它不是个新技术 所以说 那个题目还是选什么呢 选择D呀 人工智能 好不好 好 这个意思啊 好吗 好 我们的商业智能 它也不是新技术 是很多 技术一个综合应用 好 来 看第77题啊 第77题 这个题目 你们肯定会吧 肯定会啊 产品 企业 当然应该是 当然应该是什么 当然应该是C啊 是C是不是啊 是C 谁啊 对啊 谁啊 好 第78题 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 什么呀 根本保障啊 好 第79题 79题 这个题目呢 我呀 有没有给你们讲过 我忘记了 但是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做 他说 采用现代管理理论 作为计划 设计 控制的方法论 将硬件 软件 数据库 网络等系统 按照规划的结构和秩序 有序的整合到一个有清晰编辑的系统中 什么 这是什么呀 把软件 硬件 网络 放到一起 是什么呀 集成啊 对不对 好 新来呀 好 第80题 虚拟化技术 主要包括什么 说实话 这个题目呢 我感觉呀 出的太细了呀 太细了 但是 这个题目呢 我感觉呢 我觉得应该也会做呀 数据虚拟化 我感觉呢 数据 什么虚拟化呀 数据 好 说实话 注意啊 首先 这个题目确实在课本里有原文 而且你们也可以发现 我们题目都会讲完了呀 第一是考这个题目 确实还细了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做呀 应该没有数据虚拟化这个说法 对不对 好 新了 把我们的什么网络虚拟化 存储虚拟化 应用虚拟化 桌面虚拟化 可以读一下吧 好不好 好 第81题 我建议你们没有必要读 因为下一次 99%的不考难了 好 第82题 我们讲过的四个层次 直接面向用户的是产品和服务 然后是底层作业 中层管理 高层决策 好吗 好 来 这么几个题目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 来说一下吧 这么几个题目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 好 我先过吧 我先过吧 好 第83题 83题 企业向消费者 你看这 这个题目选什么 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网上购物 消费者通过网络访问相关网络进行咨询购买 叫做什么 上个题目 我就感觉了 你们不应该选择谁 是不是 是不是 再强调消费者 企业 消费者 消费者 是不是 就是 就是地吧 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个人 是不是呢 好 第84题 这个题目其实也可以做 但是你们也可以不需要会 好吗 你看这 什么智能 智慧能源 智能交通 智能办公室 这什么呢 应该是什么呀 应用软件呢 我们做具体的应用的一些软件 当然应该是B 当然我们可以不会 可以不会好 第85题 什么针对特定的数据和问题 选择一种或一种算法 找到我们的规律 为我们的决策提供支持 这肯定很简单 什么呀 挖掘挖掘挖掘 是不是 没问题吧 一个定义题 是不是 一读就可以了呀 好 第86题 关于商业智能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实现 设计硬件软件咨询服务 及应用 商业智能 可以将企业 各个业务系统中的数据打通 并实现 并进行有效整合 我们的核心是 设计可视化报表 用于实现商业智能分析和决策 我们有助于企业 进行信息化建设 或数字化转型 这个ABCD 这样一读呢 感觉好像很对呀 很对 是不是 什么设计软件硬件咨询和服务 打通 整合 核心是可视化报表 用于实现 核心是给 核心是个报表 我们的核心 是给个报表吗 给个报表吗 那是分析 是不是 分析是核心 是不是 不是说给 不是说给个报表 那是分析是核心 好吗 好 这个题目 说实话 还确实 有点难度 是不是 可能很细的呀 应该是这个谁呀 应该是分析 是分析 好 第87题 用户对产品使用情况的调查 属于我们什么呢 应该是什么呀 来促销的呀 那促销 是不是 来调查一下 便于呢 你们以后继续购买 是不是 好不好 有什么地方改进 你们以后就再买吧 好不好 这是为了促销啊 为了促销 好吗 好 第88题 算了呀 没有必要会 当然你们想读可以读啊 好 第89题 统轴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 加快地方政务服务业务系统 与国家政务服务的对接 一个是地方的 一个是国家的对接 什么呀 一个政府部门和另外一个政府部门 对不对 好 第90题 什么是我们的成功资本 人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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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好 第91题 算了呀 算了 你们想读可以读一下 但是建议算了 好 第92题 这优宅考三个层次 数据报表 多位数据分析 和什么呢 是不是 好 第93题 什么不是客户关系管理的领域 促进与客户的交流沟通 助力企业获取更多利润 推动企业业务流程再造 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C呀 关于C 这个C呢 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 对不对 但是C 它确实是的呀 确实是的 没有D呀 没有D 它对我们自己内部 没有这个什么管理的呀 说对我们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 这个没有 没有的 它主要是为客户 来服务的 为客户服务的呀 好 第94题 这个题目你们有兴趣 读一下 如果没兴趣 算了 个人建议 算了 好 第95题 关于电子证物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电子证物 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办公 热动化系统 政府部门内部采用先进的 网络信息技术 事先管理信息化 决策科学化 电子证物公共服务平台 可采用计算服务模式 电子证物 涵盖了人大 政府 政协 法院 检察院 等部门 好 来 这个题目呢 我们选什么呢 其实错了呀 又好像比较隐晦 是不是啊 比较隐晦呀 哪里错了 比较隐晦 比较隐晦 好 我们电子政务系统是我们政府部门内部的 是内部的吗 对我们百姓不能用吗 对企业不能用吗 是不是啊 好 既有内部也有外部的呀 答应该是这样 好 第96题 什么是我们的基础 这应该肯定会了呀 不用说了 选什么 应该是C 是不是啊 技术和产业是基础 是不是啊 好 你们选B耶 你们选B吗 第96题啊 当然是C吧 你们搞得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呀 好 因为我呢 讲课呀 从来不看课本了 我就感觉你们搞得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好吗 对啊 B成人才是成功之本 是不是啊 技术和产业是我们的基础 对不对 好 第97题 不属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犯着的是什么 这个题目呢 你说简单就很简单 说难了就很难了 而且感觉呀 2022年11月 我们的广东 2022年11月 我们的广东捐浪 还是确实有点难了 有点难 好 来 这个题目选什么呢 那么你要明白 什么叫做东速西算 东速西算 它就是把我们东边的这一个呀 数据 拿去西边去算了 就比如说什么上海呀 什么杭州啊 什么呀 我们什么武汉啦 一些数据呢 因为这个地呀 地还贵呢呀 地还贵呢 这个机房建不起呀 就把这个数据呢 拿到我们的 我们的呀 西方去算 比如说我们的贵州啊 现在我们很多 这个大的企业 在我们的贵州 在建机房 比如说腾讯啦 腾讯 在贵州有机房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那边的这个电费啊 对 有没有水费便宜 电费便宜 对不对 是的 是的呀 东速西算 是我们的国家的项目 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政策 好吗 所以说 我们的 在问什么 他说是我们的 企业的范肘 企业 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我们的国家 这肯定不对了呀 好来这样子吧 我们曾经以前啊 有这么一个题目 你们看看呢 他说 我们呢 下列不属于 我们项目 人力资源管理的是什么 主意啊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有啊 一个选项 是我们呢 保安的培训 保安的培训 保安培训 那你说这个题目 属不属于我们的项目的 人力资源管理呢 来 你们告诉我属不属于 主意 刚才我这个举例 并不是完全的真题 只是把一个核心 给你们拿出来呀 给你们说了一下 各位 注意 这应该是不属于的 不属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保安的培训呢 它应该是我们的组织的呀 是我们的组织 是我们的公司的 是我们单位的 是我们企业的 好吗 它是企业的 人力资源管理 而我们问的是 项目的 人力资源管理 好吗 项目和组织 不是一个意思 好吗 当然这里的 我们企业和国家的 这也不是一个意思 好不好 好 行呢 这个题目本身 你也是可以不会 我只是给你们强调一下 我们看题 还是需要更真一点 好不好 好 行 第98题 在什么领域 我国远未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好 这一看呢 这选什么呀 我们高铁呀 高铁肯定很牛呢 航天也肯定很牛呢 卫星导航也肯定很牛呢 当然是谁呀 是我们的芯片呢 是芯片 是我们的集成电路 是不是 好 行的呀 好 第99题 这个题目 你们有兴趣 读一下 没有兴趣 算了呀 好 第100题 这个题目 你们也是有兴趣 读一下 没有兴趣 算了 我们航天 还不行了 哥们 航天 航天 是航空 航空航天 航天 航空 航 航天就是飞机 是不是啊 航天是飞机 航空是卫星 是火箭 是不是啊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呢 我们的航天也不行吧 航天 反正 反正呢 反正飞机 飞机不行了 航天 航天是卫星 是火箭 那航空 那行了 那又说明 那又说明我们航 航天还是可以呀 还是可以呀 好 行的 不扯了呀 不扯了 不扯了呀 这个地方应该是 我们的谁呀 是芯片了 芯片不行了 芯片不行了 那这样子吧 这里可能有人会骂我呀 有人会骂我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说实话呀 我的一个朋友 很早以前呢 买了一个华为的手机 好像是 好像是Mate50吧 好像是这样 具体信号我忘记了 过了一年多 他又去查价格 居然还涨价了 就是说 一个手机 一年前买的 一年之后还涨价了 爽不爽 用的爽不爽啊 很爽啊 为什么呢 因为芯片不够 必须要提高价格 好吗 搞得我笑死了 好吗 好 当然呢 还是感觉比较悲哀呀 比较比较悲哀呀 好吗 好 被别人掐脖子 是不是啊 好 第99题 100题 一定要讲一讲 哥们 那我来这样子吧 那我 那你叫我 我怎么讲的呢 好 那这样子吧 我们第2 99题 我们还是给你们看看呢 好 他说 提出建立高销利用的数据要素资源体制 聚集数据管理 什么数据应用 授权许可 安全和隐私 风险管控等方面 那么我感觉通过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个题杆的描述啊 那他选什么呢 通过题杆描述的话 我觉得我会选择A呀 选择A 我看答案是不是A呀 我看答案是什么 当然是谁呀 是不是啊 共享是不是啊 那是啊 我做错了呀 好 100题 他说 提出了两话 通过两话融合 两话深度融合 推动产业数字化和什么 好 答案应该是 是B呀 第100题 答案应该是B 咦 对了 对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 1 你们知道为什么100题我会做吗 因为我们高级的教材里面换的是新教材 就在说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好吗 我记得 我之前还把23年5月份的 时候的高级的教材 部分章节 给你们终极看了的 如果有老学院的话 应该可以证明我的说法 好 这个题目啊 用来说 每次考十四五规划 我们都不会 对 确实是的 我们以前呢 高级的 也是的 考很多十四五规划的内容 都不会 幸好呢 我们把教材换了 换了我们最新的教材 就再也没有课外知识了 好吗 好不好 我们这个注意啊 现在 现在不怪你 你说 教一下思路 是不是 教一下思路 刚才其实有几个题目 我已经把这个思路给你们教了 我什么呀 反复读题杆 读题杆 从题杆中找我们关键字 我的思路 但是我也说呢 我也不能保证对 是不是呢 就比如 第九十九题 我就做错了 是不是呢 一百题 我是因为高级的 有这个内容 我才会的 好不好 对于我们这一块呀 对于十四五规划 你放心 你不会 别人也不会 都不会 这个地方呢 在同一起跑线上 然后呢 你要平时怎么学呢 学不了 学不了啊 学不了 好 那这样子吧 如果你们想学 是不是啊 那这样子 你们想学 来 注意 我是说学不了 你们说老师 你这么 这么不负责任 是不是啊 不负责任 是不是啊 好 那行了 那可以啊 来 好 来 可以 可以 我来说一个 对你们负责任的话呀 来 听好了 十四五规划 我们每次必考 那么麻烦你们去把 十四五规划的全文 去网上下载一下 然后每一条 认真看 背下来 好吗 这个话很负责任 行不行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那你坐去吧 你坐去 好吗 满意吗 好 第一百零一题啊 第一百零一题 你们自己扪心之问 那你看看 考了这么多十四五规划 看有没有重复的考题 那你们自己说 你们可以一个一个去对 考了这么多十四五规划 看有没有一题是重复性的 反复考的 没有 没有 你怎么学呀 好 第一百零一题 选什么 关于建设完善电子证物公共平台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完成以云计算为基础的电子证物平台的顶层设计 全面提升电子证物技术服务能力 制定电子证物 制定电子证物云计算标准规范 政策导向全面推行政务系统 向云计算模式迁移 这题目选什么呢 说实法 也非常 这个题目很难很难 这个题目很难很难很难了 这题目选什么呀 当然应该是我们的地 是技术还是什么呀 反正不是政策 当然是 来 当然是什么呀 当然是不是 来 不对哦 不好意思 意思我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讲错了呀 不好意思 他说来看解析啊 他说 他说呀 我们并不是能全面推行 是鼓励 是鼓励 是不是 是鼓励 是不是啊 好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在我们的呀 课本里面也确实有原文 有有原文了 你们可以看我们题目书 219面 这个解析啊 他说 鼓励向云计算模式迁移 并不是全面的推行啊 好 第一百零个题 我们冗余 增加编码冗余 为了提高我们的审谋性 冗余 冗余呢 有没有人选择我们的 这个 这个地啊 嗯 说是冗余的 说 来 第一百零个题 有没有人选择我们的地 安全性的 什么是冗余啊 就比如我说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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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就是冗余 注意啊 我说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像这就是冗余 其实呢 这个地方 我感觉 通过我 通过我的 通过我 其实我感觉呀 说安全呢 我们 你们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的风险呢 我们的风险的 应对策略 有冗余 这个 这个地方 还记不记得呀 风险的 应对策略里面 有 有 有冗余 有冗余 其实这个 这个冗余啊 我感觉对安全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题目呢 根据课本的原文呢 当然确实是B呀 是可靠性 如果你要我分析的话 我很纠结D呀 安全性 我甚至会选择D选项 选择安全性 好吗 但是根据课本的原文 确实是B 可靠性 好不好 好 按照课本原文来吧 好吗 按照课本原文来吧 也能说精确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应该不是精确吧 不是精确吧 对不对 精确 就是需要少说废话吧 嗯 有人说 肯定是可靠性的 好 有人说 肯定是可靠性的 荣誉 就是有一个备份的 来 你竟然是备份 那么对我们的安全性 有没有 有没有帮助呢 对我们的安全性 有没有帮助啊 对我们的安全 你可靠啊 安全呢 好 新的吧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有人说 有人说 防入侵 才是安全 那么你这个解释呢 其实也对 注意啊 也对 来听好了呀 他这个解释也对 对在哪里呢 就是 把这个呀 安全性 仅仅的局限于呢 我们课本里面讲的 这个安全性 注意啊 他这一个安全性 就是 仅仅局限于 在我们这个课本里面 讲的安全性 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的安全性 不止防入侵这个说法吧 好 行了 不扯了 不浪费时间了 按照我们课本的原文 是可靠性 好吗 我们冗余 我们更加可靠一些 好吗 好 第103题 关于信息资源的描述 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 这个呢 答案应该是我们的呀 什么呀 答案应该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币呀 是我们的币 是不是啊 不同的信息 在不同的用户中的价值 应该是不同的呀 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 好 好 来来来来 来这么几个题目 有问题的 说题号和选项吧 来 这么几个题目 有问题的 说题号和选项吧 第101题 101题 我也不会 我告诉你 刚才我都讲错了 是不是呢 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解析 这也是课本的原文 是有的 这个D 它不是说全面推行 是鼓励又不是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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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题 有人说 感觉考得越来越细了 这个话 其实我们之前是说过的 好吗 为什么考得越来越细了呢 因为我们这个呀 很多都考得 就是说这个课本的重点都考得很 考得很多很多很多遍了呀 不好出题了 好吗 然后呢就没办法吧 好吗 好 然后呢我还可以这么说 我们随着机考的到来呀 可能会更加细更加细 好吗 第86题 第86题 核心是我们的分析 好吗 第103题 103题 103题 要是不是讲过了吗 价值信息是不一样的呀 是不一样的呀 101题 101题 三十四页 是不是 好 好 行吧 来 那这样子吧 刚才那个观点 你们看是不是的 就是说 我凡是说不需要你们会的题目 你看有没有反复的考到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好吗 好 行呢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多题目 你们该放弃 还是放弃吧 但是很多题目必须会 还是必须要会吧 是不是呢 好 行呢 我们来继续看题目 这些题目很简单 看得会很快的 好吗 好 来 第一题啊 第一题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答案C 我们运行维护 不能被视为 系统集成的业务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是可以的 这样稍微的读一下 就行了 好 不说了 第二题 定期评审IT服务 满足业务运营的情况 以及我们有没有什么缺陷 是我们什么的内容 第二题选什么呀 我们有 我们有啊 四个因素 以及我们的五个呀 阶段 这个地方 到底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要定期评审 我们的这个问题 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谁 这还是我们的地啊 嗯 一个是 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呀 问题啊 要做持续的改进了 持续的改进 好吗 第三题 人员 流程 资源 和什么呀 流程 人员 流程 资源 和什么 和什么 谁也是 你也是不是 你呀 技术啊 行 第二题 第三题 必须必须会 好 第四题 也是必须必须会的呀 由规划设计 部署实施 服务运营 持续改进 和什么 和什么 好 第五题 什么不属于 信息系统 审计的主要内容 信息化战略 资产的保护 灾难恢复 与业务持续计划 信息系统的管理 规划与组织 好 说实话 这个题目呢 这个题目我们也可以 这个题目也可以算的呀 也可以算的 不需要会 反正后面呢 也从来没有考过呀 我们这个信息系统呢 信息系统审计啊 它其实主要还是什么呢 是我们对这一个呀 我们的一个IT系统啊 对我们 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呀 IT系统的一个审计 好吗 因为我们的这个战略呢 它 它是一个战略呀 一个什么呀 一个什么方案 一个什么计划 读了没有 我们是什么呢 应该是对我们 一个IT系统的一个审计 看我们的IT系统 有没有能够实现 我们的这个目的 这个意思好不好 好 第五题你会就会 如果你不会就算了 好不好 好 第六题呀 这个方案也必须会的呀 我们的人员 就是正确选人 过程正确做事 技术高效做事 资源保障做事 是不是啊 好 第七题 第七题这个题目呢 我个人建议你们 也可以算了 当然了 你们也可以把题目书啊 翻到我们的225面呢 有一个解析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原则 有哪几个原则 你们想读呢 可以去读一下 好不好 其实我们这个前面三个呀 前面三个可以读一下 如果不想就算了 第八题应该没问题啊 我们的生命周期 应该是没有A呀 没有A 好 第九题 第九题这个题目呢 是不是啊 其实也可以算了呀 反正就是说 你们能够会呢 就会吧 如果呢 你不想看就算了吧 一个 在我们课本呢 在课本的130日面里面 有这么一个图的 好吗 可以去读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也可以算了 好 第十题啊 那当然需要会呀 我们是在规划的基础之上 先规划 然后呢 部署实施 是不是啊 答应是B吧 好 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 这个步骤啊 这个步骤呢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什么 来我放在书啊 当然是D是不是啊 好呢 这个这个这个 当然是D啊 这个步骤啊 这个步骤呢 你们有兴趣啊 读一下吧 如果不想读就算了吧 就算了好吗 好 能读读 不读算了 第十二题 这肯定需要会 应该是 应该是B吧 是B啊 是B啊 第十三题 第十三题 应该是 应该是第四个吧 第四个呀 这肯定需要会呀 好 第十四题 肯定需要会呀 第十四题 第十四题选什么 第十四题选什么呀 第十四题 我说选择第一个 对不对 应该是不对的呀 我们有完整性 保密性 可用性 是不是啊 没有这个D呀 好 第十五题 生命周期 这肯定会 应该是 是B啊 规划设计 部署实施 服务运营 秩序改进 和监督管理 好吗 必须会的啊 第十六题 算了呀 第十六题算了 不需要会 直接插掉 直接插掉 好 第十七题 正确做事 应该是我们的 过程 流程 是不是啊 过程 流程啊 是正确做事 好 第十八题 把答案去读一下 有人说 第十六题 是送分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第十六题的 这个图啊 位置放错了 好吗 哥们 第十六题 那个图的 位置放错了 那个图呢 应该是 在我们的呀 解析里面 而不是在 我们的题目里面 哥们 好 那个图放 就这个图 这个图啊 应该是 这个图啊 在我们的题目里面 是没有的 是解析里面的呀 好 第十八题 当然是必要 系统集成 这个定义 肯定需要会 第十九题 那不肯定就是了吗 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地呀 保密心 完整心 可用心 好 第二十题啊 第一个题 我又不会啊 又不会了 来 看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呀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什么 准则 然后啊 控制目标 控制目标 当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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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兴趣读一下 没有就算了吧 好吧 好 第一个是一题啊 IT服务产业化 进程的三个阶段 分别是什么 先的是什么呢 产品服务化 然后是服务标准化 然后是什么 服务产品化 是不是啊 就是说 我们先呢 这个呀 提供一些服务 把这个服务呢 这个呀 把这个产品啊 就说 把我们这个产品 把它服务 就说 我们呢 现在 主要是卖产品 卖产品 卖产品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呢 要更加的强调 我们的服务 好吗 主要 我们是卖产品 但是需要多点服务 多点服务 然后 更加呢 把我们的服务啊 标准一些 标准一些 然后呢 最后 我们可以把服务 当作产品来卖呢 那这样子吧 那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啊 这么理解 最开始啊 可以这么呢 可以这么呀 可以这么给你们 理解 首先 我们 我们呢 主要是卖产品 服务是免费的 是卖产品 服务是免费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服务啊 做得更加标准一些 更加好一些 以后就可以把服务来卖钱了 当作产品一样来卖钱了 好吗 这样解释可以吧 好不好 这样可以吧 哥们 好 OK 来 这几个题目啊 这个这几个题目 应该也还好 应该没 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 好了 这样子啊 我还是给你们再啊 说一下 有人说 现在 你又要我们学计算题 又要我们呢 做我们的选择题 还要什么什么 好 我们这么说吧 这么说呀 其实 我可以这么说 首先呢 计算题 我们并不是说 你们马上 把它搞会 你们是 我怕你们进度快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 你是慢慢的看 慢慢的做 对于我们这些选择题啊 很多 看解析 都可以搞定 其实很多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你不听课 都是可以的 好吗 另外呢 我还再需要说明一点 现在我们是第二轮讲课了 好吗 你们应该都可以学了 你们爱怎么学 怎么学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么另外呢 在我们的课 在我们的呀 这个群文件里面 还是有我们的课表的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课表来讲 如果你需要听我们的这个课的话 麻烦你在我们讲课之前 把这个题目先做一下 而且现在必须要做题了 好吗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怎么来 是不是啊 你肯定还是需要做题 对不对 做题 先做一下 有问题 做个记号 如果没问题 就可以不听课 节约你们的时间 就学别的去 是不是啊 如果你有问题 到时候我们呢 会每20题左右 停一下 问一下你们 你有问题 提出来 好不好 好这样子的呀 好 OK 这个机考 什么 这个机考 先不要问了 机考 先不要问 好吗 都是机考 都是机考 好吗 但是机考 先不要问了 不要问别的呀 什么画不画图啊 什么我们 有没有什么别的提醒呢 不要问了 谁都不知道 还没有出一些 更加稀的东西 好不好 先还是让步就班的 学好基础知识就行了 三号讲什么 请看课表 我记得我的课表 已经放了几天去了 好不好 好 行了吧 今天呢 我也先这样子呢 我今天 还在搬家 好吗 你还在搬家呀 我对要下课呢呀 我下来呀 还在搬家呀 嗯 我昨天给我们高级的朋友 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呢 用我的无线网卡讲的 讲的课 今天 回来家里 搬家的 然后呢 讲完之后再走 再走啊 好 好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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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啊 这么晚还搬家 是不是啊 我就是要搬 过来搬的 但是又必须要讲课 我不能说我搬家 就不讲课了 是不是啊 就是过来搬家 然后还要讲课就讲完之后再搬啦 哎 就这样子啊 嗯 好 我下来呀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嗯 好